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邝敏啊 关于你跟孟竹的事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单独跟你聊一聊 老实讲啊 当她跟我说 找了你这样一个男朋友 我是间接反对的 这个年纪差距大一点吧 倒也没什么关系 你离过婚 我也没觉得这是个什么大事 毕竟现在社会上离婚人很多 你像我跟孟竹他妈 这不也是 关键是啊 你要对孟竹好 另外我这个做父亲的呢 也不想强行地干扰 女儿的感情生活 只要她觉得快乐 幸福 那就好 你说是不是光明 你现在也是做父亲的人了 我想你一定会理解 一个父亲 对自己独生女儿的那种爱 李总 什么事儿 这是技术部门刚刚完成的生产技术规范资料 好 放这儿吧 这回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应该没问题了 对了 李总 黄总是说您要见他 一直在休息室等您 您这儿有客人 要不然让他下午的来 我把这事给忘了 没关系 你去告诉他们 我马上过去交代几天 光明啊 不好意思 你先坐一会儿 我有点事去去就来啊 没关系 你先坐 好 正午在这儿吃饭啊 好 好 你好 李总 你回去吧 李总 应该吃酱血压的药 您不拿了 知道了 回去吧 行吧 谢谢你 怎么还在生爸爸的气 我在生我自己的气 总有一天 你会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 很快 希望许光明 会看那份报告 你心里很明白 他肯定会看的 你这么自信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出于职业本能 你觉得他不会看吗 太好了 你觉得许光明 要是看了这份报告之后 会有什么感觉啊 你这么做 等于已经直接 把我给出卖了 你知道吗 这就已经坐实了 我偷了他的移动硬盘 我偷了他的样品 研发核心技术 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反应 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 那份技术报告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整 许光明即便是怀疑 也无话可说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看 我们做得越坦荡 他对我们的怀疑就越小啊 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爸 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得意 那你为什么 不站在我的角度上 去考虑一下问题呢 我是你的父亲 你是我的女儿 许光明是我的准女婿 原本非常简单的事 可是我却要绞尽脑汁 废了这么大一番周折 你不觉得我这个父亲做得 太悲哀了吗 你活该 因为你太自私自利了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只考虑你自己的立场 你从来不会为别人去着想 我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 那就看接下来你怎么做 如果你配合得好 这一切也许很快就会结束的 爸 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帮你得到了 你还要我配合你什么 结婚 马上跟许光明结婚 这个事情 跟我和许光明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只有你跟许光明成为了合法的夫妻 许光明才不会再追究硬盘的事了 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毫无顾忌地 用许光明研发的技术 开始生产药品 现在的那份技术报告 不过是个障眼法 根本通过不了药间局的审查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到底有多么的愚蠢 我一步一步地都被你牵着鼻子 走上一条不归路 现在倒好 现在我把许光明 也拉到这个寻院里来的 你知道吗 小孟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你呀 你不是也想跟许光明结婚吗 在这件事上 我并没有逼你呀 是 你是没有逼我 但是你一直在利用我 你一直在利用我 对许光明的感情 事到如今 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只能往前走 好 小雪 这是我给你们新做的被子 给我做的 枕头入伞 你让那个孩子跟你睡也行 或者是跟我睡 不是 干脆我打掖钢丝床 就是在这儿的 妈 你等会儿 你别忙 我要回槟城 我俩算带婷婷一块儿走 你说你要带婷婷去槟城 婷婷不上学 妈 你坐 薛立军在那边 联系了一个很好的小学 不比这儿的差 别折腾了 病生实在太远了 妈 我知道婷婷选了你 可是许光明她根本就不管 如果我再走了 婷婷丢给你一个人 我实在是不放心 没有关系 妈妈行的 你要是行的话 当初也不会把婷婷 还给许光明了 妈 我也想过 是不是留下来 陪着你和婷婷 可是这边 我实在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干 我想让你跟婷婷 过得好一些 在槟城 我可以多挣点钱 在这边 在这边你挣不到钱 我跟薛立军在那边 开了个公司 以后就会在那儿发展 说实话吗 我也不想离开这儿 我也捨不得 可是 我想把这儿的一切都忘了 我去那儿 我就想 我就是想重新开始 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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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怎么来了 小李姑娘 我可找着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 这还不简单 我这个人哪 别的本事没有 找个人哪 不在话下 请我进去参观一下吧 你这房子真好 不用了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其实也没别的事 我呢 是来拿东西的 拿什么东西啊 你答应我的 我答应你什么了 两套保健品哪 你别说话不算数啊 那个呀 你放心吧 我记着呢 过两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你现在可以走了 那不行 我今天就得拿走 我跟你说我今天很忙 我还有事呢 你给我 我马上就走 你现在让我上哪儿去找保健品啊 我那天看你那后备箱里好多呢 我说没有就没有 那不行 布鲁 你赶紧走 干什么 干什么呀 走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你赶紧给我走 行 你放心 过两天我一定把保健品送到你家里去 你现在赶紧给我走 说好了 你一定给我送去 你放心吧 我说话算坏 你在那边先躲一躲啊 快点 快走啊 快走啊 你来了 怎么了 晃晨晨晨 没有 我刚从楼上下来 走吧 咱们进去吧 你怎么忽然来了 快坐呀 快坐呀 你怎么了 有个问题我在家想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还是要来问问你 什么问题你问吧 就是关于你们这个医药生产技术报告 这个你看过了 我知道我不应该看 但是我还是看了 没关系 药监局都已经备案公事了 这不是什么机密啊 我来就是想问你 你们这个医药生产技术报告 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这个报告几个月前就出来了呀 怎么了 几个月前 那为什么你们用的核心技术 跟我研发的一样 光明 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最近太敏感了 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我呢 而且我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我求你不要怀疑我好不好 好 这个问题咱们回头再说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们的药不能按照这个规范报告来生产 为什么 这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的这个纯化办法不是不行 但是效率太低成本又太高 关键是 药物的活性成本将来会受影响 那怎么办呢 行 我不为难你了 你的意见 我会转告给我爸爸的 这不是转答不转答的问题 就是不能生产 是 好了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好吗 光明 我想问问你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什么事啊 我爸爸一直在问 咱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呀 喂 什么 好 我马上过来 爸 爸 爸 我妈这怎么了这是 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是啊 你妈这次发病特别突然 虽然经过抢救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不顾 不 不顾什么呀 大夫说没几天了 妈 阿姨 阿姨 孙儿 我听见了妈 听见了 孙儿 叔叔 我没意见 我就是担心 结婚那么大的事情 时间上来不来得及 孟主 只要你没意见 我们今天就发情结 后天的结婚 就在医院办一切从今 这样行吗 小李啊 我也请你了 叔叔 您千万别这么说 能跟光明结婚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谢谢 光明啊 你怎么听了 好 好 你也别太难过了 虽然现在安一所生的日子不多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打起精神来 把这场婚礼办好 好 这样 才能了阿姨这个心愿 老七 叫方呢 怎么了 一大早就来了 什么事儿 许光明跟李某竹的事 你知道了吗 什么事儿啊他们 他们要结婚了 这个事儿 我早就听说了 那会儿只是说说 现在是铁板钉钉了 你瞧 都给康剑送情点来了 星期六的婚宴 你说什么 星期六的婚宴 这么快啊 可不是嘛 今天许光明亲自送到我们家的 结就结吧 看来从此以后她跟咱们家 真的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不是那个意思 老七 她跟丁雪都已经这样了 再说婷婷的事情都已经落定了 怎么带几个人去砸她那个场子 你不是一直希望丁雪跟许光明还能 天要下雨娘要嫁 这缘分尽了 那我的心也就死了 老七 老七 妈 婷婷的转学经组证明寄过来了 丁雪回来了 康叔叔 你在啊 我妈呢 刚结婚 这谁的喜帖啊 你在说什么 你想让婷婷来参加你的婚礼 妈 本来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这么仓促地结婚也是没有办法 我妈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 我不想让她带着遗憾走 而她毕竟就挺丁这么一个孙女 她希望一家人都在 当然 我也知道这不太合适 你要是觉得为难 那就算了 我回去跟我妈再好好说说 光明 什么都不用跟你妈说 到了那一天 我会代替您去的 谢谢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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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 一定 热情 谢谢你 你 crunchy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沉默 这又是何必呢 我现在觉得 我跟许光明离婚这个决定 实在是太对了 我今天过来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些 没有任何意义 只想问你 婷婷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婷婷那边的借读手续 已经办好了 我明天去她的小学 办一下转学证明 我说的还不是这件事情 我想问你 许光明结婚那天 婷婷怎么办 当然不能去 这还用问吗 但是我觉得 她的孩子她爸爸说的是 有点大的道理 什么道理啊 她这是在示威 小人行为 孩子将来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那也不行 绝对不行 周六我就带她走 周六你就带她走 对 就是许光明结婚那天 你真的这么决定了吗 我跟你说过 我跟你说过 我要带婷婷开始新的生活 我先带她过去 等安顿好了 再把你借过去 大概一个月吧 那要不这样吧 你自己先过去 回头我把婷婷送过来 回头我把婷婷送过来 你没学校说了 要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上课 妈想问你 那个是 薛李军 她跟你什么关系 是什么关系 是男朋友 就算是吧 她一点都不介意 你离过婚的 她也离过婚 你放心 她对我挺好的 对婷婷呢 她对我好 当然也会对婷婷好 你去冰城是为了她去的 我去冰镜不是为了她 那为谁 妈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会对婷婷好的 我先去冰镜不是为了 都不会给她冰镜不是为了 你的那天 都不会冰镜不是为了 那离家没多了 你都不会冰镜是为了 你不就危险了 你不敢冰镜瞒 你已经送到了 来不来是你的事呢 别的我不想多说什么 那真对不起了 我还真的跟你说道说道 包面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 对我有点意见 但是咱俩 作为这么多年的同学和兄弟 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你现在太亲帅了 我对你没什么意见 但是 我相信李梦珠 我也相信她对我的情感 房源你知道 你这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 你的智商一流 专业一流 但是你情商让人担忧啊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弱点是 情商太高 高得以至于 把什么事情都想得这么复杂 我想得复杂 时针药业的新型抗哮喘药物 马上就要投产了 这你知道吗 怎么了 他们的生产技术规范报告 已经在药监局的网站上公示了 那又怎么了 他说你平时你也上网 查一查这些业内的消息好不好 他们公布的那份生产技术报告 跟你的研究成果 那简直是一样的 我知道 那份报告我看过了 也不至于像你说得这么严重 是 那个技术是有点相似 但是科学终归就是殊途通归嘛 而且 他那个技术有问题 根本 通不过药监局的技术检验 你不用操心 许光明 你到现在还打算执迷不悟是吧 我现在把实话告诉你了 他们现在放的就是一个烟雾蛋 等你和李孟竹一旦真的结婚了 他们新的生产技术规范报告 马上就会出来 那个就是你的研究成果 你现在明白了吧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过 但我告诉你干爹 我还是愿意相信他 他跟他爸毕竟不一样 他这段时间还在帮着我忙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 而且 他跟他爸几回都不怎么来往 光明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你用脑子想想 这天底下有女儿 不跟当爹的来往 我知道 但我现在我也只能选择相信他 我没别的办法 我妈快不行了 我妈现在就必须要看着我 让他结婚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那份报告药监局审还没通过 意料之中的事 新的生产技术规判报告 黄公他们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好 注意立马送过去 好的 那你先走吧 小默 是在等我吗 你的生产线已经投产了吗 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下周以我开足马力 明天我就回槟城了 召开一个全国的经销商大会 你现在倒是可以高枕无忧 一走了之了 怎么了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你之前出的那份报告 是假的是吗 什么假的 就是没有通过药监局的审查 我听了光明的建议 让他们一重新出了一份 周一马上就送过去了 昨天晚上 康健又把光明叫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跟光明说了什么 他回来以后 整个人就不对了 你说 康健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一旦曝光的话 那史密特公司那边 一定会起诉的 不用怕 知识产权这种官司啊 打起来周期长着呢 等判决下来 咱们钱已经赚够了 再说了 咱们现在用的 只是许光明的一部分技术 又不是全部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 光明会身败名裂的 什么身败名裂啊 孩子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不懂得城王败寇的道理 假设说啊 这个史密特要起诉许光明 他们拿不到许光明 出卖技术证据 那也白大啊 那这事跟许光明 还有什么关系呢 不 我感觉特别不好 我觉得 我觉得我做了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不会的 你明天就要跟许光明结婚了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啊 可过程却是夹杂着 谎言和欺骗 甚至是卑鄙 但是 你救了你的父亲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告诉光明 等这一切都过去之后 我要为你们补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婚礼上的所有费用 由我来支付 另外 我再买一套豪华的别墅 送给你们做新房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需要你的 之前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两个人之间 再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了 明天医院的婚礼 我请你不要来 小默 什么时候走啊 快了 你不跟着去 她说她安顿好了 就会来接我的 谁知道呢 婷婷又不再跟前了 舍不得吧 肯定舍不得 老秦啊 老秦啊 还记得吗 一年前你说过的话 在平选五号家庭时说的 我不记得了 你说 要记得摆成自己的位置 要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应该干吗 咱们的任务 就是要把儿子女儿拉扯大 把孙子外孙女儿照顾好 可是呢 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 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用得着的时候招之计来 用不着的时候就挥之计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 我真的明白 你的意思 我真的明白你的意思 老秦啊 你真的想自己一个人 孤独终老吗 真的就不为自己考虑一下吗 但是我真的放不下婷婷 我希望你再去 你明天再收拾吧 我是明天晚上的飞机 明天白天还有时间呢 明天不是还有明天的事吗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偷到晚天 明天我去待会一趟 彻底把离子手续办了 你看着婷婷 可不许带她去啊 许光明的婚礼 你不许带她去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又来了 进去说 进去说 不行 那么晚了我明天还有事呢 你看我都来了 这大晚上的 你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吧 来来来 走 你到底想怎么样了你 我不想怎么样 听说你要来结婚 我来恭喜一下 谢谢 还有别的事吗 每天结婚啊 明天结婚怎么了 我现在里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您要没别的事的话 就请先回去吧 小李啊 你可不够意思 我怎么不够意思了 小李 我可拿你当朋友 你结婚这么大的事 都不告诉我一事 我告诉你 我明天的婚礼 跟别人的婚礼是不一样的 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些 你就是瞧不起我 怎么着 怕我出不起分子钱是不是 请谁不请谁 那是我的自由 跟你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我请你马上走 哄我呀 变脸变得够快的呀 行行行 你不就是想要那几盒保健品吗 好 你告诉我 你要几盒我给你几盒行吗 你现在赶紧给我走 赶紧给我走 你敢推我 还好吧 你过河拆桥 好 用几盒保健品 就拿我当枪式 我告诉你 没门 咱们走着瞧 好 你怎么还不睡啊 妈 我答应你 等我安顿好了 就把你也一起接过去 妈 妈 你要相信我 李主任 真是非常感谢 感谢你们同意 我在你们医院办婚礼 哪儿的话呀 光明啊 你们能用这种方式 满足老人最后的心愿 这种孝心 让全院的人都很感动 你看 大家都很支持你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跟我客气了 去看看你母亲吧 谢谢啊 爸 爸 怎么 怎么推出来了 你妈说 非要出来看一看 儿子 你结婚了 妈不能躺在闭床上 参加婚礼吧 你去忙你的 夜里 头一回举行婚礼 我得好好看看 老头子 推我 去看看 好好 那您慢点吧 夫叔 阿姨 恭喜啊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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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能下床吗 好事啊 别闯被苦脸了 我就担心你恐怕是 来 你别担心 老人家今天一高兴 说不定病情能好起来了 乐观一点 谢谢您的来 不管怎么说 咱俩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你既然决定了要结婚 我怎么不能不来吧 你别想经厅 婷婷和她姥姥呢 今天来吗 应该来 我已经跟她们说了 妈 我去谈理办事了啊 对了 你再说一遍啊 不说了 不说妈知道了 真的不能去 哪儿都不去 放心嘛 你也早去早回啊 知道 你们中午就随便吃一点嘛 我知道 走啦 程阿姨 你来干什么 小妈应该没有欠你房租吧 我来看我的房子不行吗 看吧 走了 老齐 你怎么来了呀 我怎么不能来呀 我口渴了 上你这儿来喝杯水 没问题 喝水免费的 你自己倒吧 好 老齐 你怎么没去呀 他们没给你发请柬呀 老齐 我觉得你应该去 不能让那个姓李的小要求 就那么得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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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以后 上天让我们相守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 已经无情地被偷走 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折磨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经的一生 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来 你自由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